大家好 我為各位介紹下面這樣商品 那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避震器 那這個是MSP的一個DDS的後避震器 這個避震器呢 其實我們之前也拍過影片 但是呢 隨著科技的這個進步呢 那當然我們還會再重拍 那因為呢 畫質啊各方面呢 都會有所的不同 那今天的車型是這個 四代的新進站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 這組避震器DDS呢 就是大家所俗稱的一個大熱狗的一個系列 那大家顧名思義呢 就是它特殊造型的一個細長的氣瓶 然後呢 因此造型而得名 有點像這個大熱狗一樣 那MS避震器呢 當然是這個 一直以來都非常受歡迎 也是這個高性能避震器的一個代表 那無論是從避震器的做工 質感各方面 都是有相當的一個水準在 其實麥克叔叔一直在強調的部分 就是說 我一直很多東西我都在講做工 那包含 賣的這個 各種商品 避震器 那像最近的國家地理的一個雨衣 的一個方面 我們一直很強調的就是做工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做工 你不用跟我講這個商品有多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有時候很多國外的品牌 那其實呢 做工呢 都不如我們自己私底下的 我們自己國內的一個品牌的一個 外觀或是加工 都比不上 真的還是有差 那當然在科技性方面 或許會有點差異在 但是在基礎的做工上 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你的基礎做工好 你的精度好 你的精密度高 那當然你這個避震器我認為 至少不會差異太大 那我們現在從上到下看一下 MSP的一個部分 那尤其在氣瓶 還有一個重點的一個下座 下座部分我們看一下 是鋁兒金先吸切削的 然後故意有保留一個球刀的刀紋 所以這個部分是非常好看的 顏色當然是可以客製化 這沒有問題 那顏色當然就是因人而異 那看個人所需要的這個 顏色 那MSP這方面都可以做一個定制 那阻尼調整部分呢 它裡面的內部設定 是雙回路的一個設定 然後 油氣的一個 氮氣避震器設定 然後在阻尼的調整部分 上面是深側 下面是壓側的部分 外面是高速 裡面是低速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外面這一圈事實上可以調 比如說你用開口扳手或是套筒扳手套下去 外圈是高速可以調整 內圈的內六角的部分呢 是這個低速的部分可以做調整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是 深側 就是 避震器壓到底 回彈的速度 那這個是壓側 就是避震器下壓的一個部分的調整 當然這兩個調整呢 是息息相關 跟你的自己的舒適度都有關 那基本上避震器在出廠的時候都做一個初始的一個設定 那當然 每個人自身的感受並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硬一點 有些人喜歡軟一點 那這個東西呢 最好就是 車主在 安裝之後呢 做一個 自我的學習 然後呢 去做一個適合自己 喜好的一個調整 尤其你自己每天 上班下班 上學下課 所經過的路 都 跟別人 每一個人幾乎都不太一樣 當然 大家知道我們台北縣市的路 沒有很好 但是 每一個人上下經過的路 不管是山上 或是說有時候在 陽明山上 或是說在 哪邊 或是說你在淡水 每一個路段的路況都有所不同 而你個人的要求都有所不同 所以這部分呢 還是建議 自己 那個車主方面呢 還是學習一下 怎麼去做調整會比較好 然後呢 不管 最後呢 就是像客製化的部分 那當然顏色 不管是像彈簧 內桶 然後 氣瓶 下座 然後 像這個 調整旋鈕的部分 都可以做顏色上一個選色 那接下來就是 在 體重承載的部分 那像 不管你是單人騎乘 或是雙人騎乘呢 那在定制的時候 只要告知 做一個選項的一個動作 那麥克張會接近品 都會幫你做一個 這個 最恰當的一個 這個選擇 以及給你一個良好的建議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麥克斯倉庫機的精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